每年的11月20号是世界儿童人权日 长期关怀儿童教育及生存权的台湾世界展望会 与台中市的连锁咖啡业者合作 举办传递幸福、分享爱的活动 透过分享与讲座 鼓励民众可透过每月捐款1000元 来帮助台中弱势孩子完成上学之路 或可透过单笔捐款3000元 帮助一个非洲尚比亚的家庭获得一只山羊 让国内外的儿童获得转变生命的礼物 将全款金额投入存钱筒 这样的一个动作就可能改变一个孩童的生命 长期关怀儿童教育及生存权的台湾世界展望会 与台中市的连锁咖啡业者合作 举办传递幸福、分享爱的活动 邀请民众一起来做公益 其实说像我们有我们的FB 有我们各店的桌卡等等 那就透过这样子我们跟客人的一个互动的过程 他就可以把这样子一个讯息给分享出去 那所以现在每个朋友来当中 你可以捐款1000块钱 就可以帮助一个偏乡的一个小朋友 他们的一个生活 或者是个3000块钱可以捐一投养 到非洲的那些的小朋友 可以协助他们在整个家庭的一个生活所需 活动透过分享与讲座 鼓励民众可透过每月捐款1000元 来帮助台中的弱势孩童完成上学之路 而在遥远的非洲丧比亚 一头抗旱的山羊更是提升家庭经济收入 与儿童营养的来源 在非洲的上比亚这样的一个国家 他们是在高原跟干旱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环境 那透过我们这次呼吁是要用这个送羊 给这样的一个弱势家庭 让透过这个羊能够 他们可以在生计里面有一些这个改变 是他们可以逐渐被这个增加这个羊群的时候 改善他们的经济 那当然最受惠的还是我们的小朋友 就是透过羊的这个羊奶 也能够改善他们的营养 为了表示感谢 只要民众捐款1000元以上咖啡馆业者 就赠送祝福小羊一只 希望传递师比寿更有福的理念 让台湾与非洲上比亚的孩子开心上学 健康长大 记者杨初环台中采访报导